近期美国的高层级的外交官 平访中日韩东亚三国 其目的是朝鲜的核问题 那么在美国副国务卿伯恩斯 上个星期访问中日韩三国家之后 美国国务院负责朝鲜事务的特使戴维斯 这个星期也出访了这三个国家 戴维斯今天抵达东京 VOA卫视驻国务院的记者张龙香 现在来到了演播室 龙香 你好 你好 小旭 这位官员将会传达什么样的讯息 主要是呼吁日本和其他的邻国 放下分歧 致力于朝鲜半岛的非核化 以及重启六方会谈 中日韩三个国家是六方会谈的重要成员 不过最近三国的关系出现紧张 戴维斯30号抵达东京 并且和日本官员举行了会谈 早些时候他在中国表示 希望各国解决分歧 迈向未来的目标 一个星期前 副国务博文斯也对这三个国家 传达同样的讯息 1月24号 博文斯在日本明确指出 日本 中国与韩国 共同面临来自朝鲜的威胁 三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应该找到具有建设性的方法 妥善处理历史的敏感问题 改善关系 以促进区域的和平 繁荣 小讯 那么美国国务卿克里呢 这个星期二也就是1月28号和 被朝鲜关押的 韩裔美国人 裴俊浩的家人见了面 国务院呢 对这有什么样的这个解释说明吗 在裴俊浩家人的要求之下 克里国务卿和他的家人见了面 国务院呢 也证实了这场会面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国务院发言人莎琪怎么说 美国国务卿克里 昨天和裴俊浩的家人见了面 克里表示他全力支持 让裴俊浩获得释放和家人团聚的努力 国务院也会继续努力协助 克里国务卿对裴俊浩的家人重申 我们的最高优先一项是确保在海外 美国人的福祉和安全 裴俊浩在去年4月30号被朝鲜判刑 他已经公开就自己的行为道了歉 他的家人也代替他道了歉 克里国务卿重申 美国将继续敦促朝鲜赦免 立即释放裴俊浩 国务院说目前美国的重点是 如何采取有效的步骤 确保裴俊浩获得释放 因此国务院不便披露 与朝鲜就此交涉的细节 刚才提到美国主管朝鲜政策的 特别代表戴维斯 这个星期穿梭了东北亚三国 除了斡旋朝鲜的核问题 他也积极寻求裴俊浩能够获得释放 我们知道美国国务院主管朝鲜人权事务的特使 罗伯特金 原本在去年8月底 在朝鲜的邀请之下 计划访问平壤 讨论并且寻求释放裴俊浩 结果在最后的关头被朝鲜摆了一道 临时取消 此举在美方的眼中 充分说明平壤政权的反复无常 以及重启六方会谈的困难 前美国白宫国安会的亚赖事务高级官员 目前任职于智库战略纪国际研究中心的查韦德说 尽管许多人认为 美国应该寻求和朝鲜交往 但是在华盛顿 他并没有看到这种政治决心 那我们也知道国务卿克林 在担任联邦参议员的期间 曾经发表文章 主张美国应该重新检讨目前的政策 寻求和朝鲜直接交往 直接对话 但是他上任之后 国务院并没有检讨了迹象 萧巡 好的 那么谢谢荣香 来到眼部室给我们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的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